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现在北约这个词 又陆陆续续衍生出一些新的词 比方说印太版北约 讲到了印太版北约 当然大家知道说 这个矛头就是指向了中国 因为现在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心底最深的恐惧 或是最大的一个敌人 其实就是中国 那我们看看 其实像现在专家的讲法 像澳大国官的学者讲说 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现在其实除了南海之外 台湾跟朝鲜半岛 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引爆点 那我们也来听听看 现在这个美国的议员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对着他们的选民 或者是对着这个全世界 来释放一下这个中国的恐惧呢 我们先听一下 China 好 所以其實現在對於美國來說 方方面面都是要提到中國 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但你剛剛看這個議員講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 我們台灣有一些的政治人物 好像也是這樣子 抗中保台的一個論調 是不是要拉抬自己的選情 但是其實現在在這個印太地方 的確非常緊張 其實包含了像是韓國 韓國其實這個尹錫悅 新任的總統 他是在對外界全球來說的定調色彩 他是比較親美的 那其實連他現在 現任的這個外交部長 都已經喊出來說 我們對於這個追加薩德 應該要更加謹慎 過去其實尹錫悅 他是反而還有批評過 這個前任的總統文在寅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張圖表 他在這邊講說 這個追加薩德系統 他們其實現在是要謹慎來評估 但是他當初的競選承諾是說 我們一定要來追加薩德 而且讓韓軍可以來直接使用 但是他勝選之後 跟拜登通完電話 是不是態度上面 又受到一些這個朝鮮半島 現在可能最為危急的一些影響 所以他現在也趨於保守 當然他們還是講說 我們會加強跟美國的合作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中國跟韓國 對於這個朝鮮半島的代表 5月3號有一個會晤 那當時這個劉曉明他就是有講說 希望美國跟朝鮮能夠趕緊對話 化解互不信任 其實現在能夠解決 朝鮮半島問題的關鍵 就是在美國跟朝鮮的手上 而不是在中國手中 所以不要一直把中國扯進來 他大概釋放的味道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的 就剛剛這個圖卡還沒來得及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其實在講說 現在印太版的北約 缺乏堅實的經濟跟歷史基礎 但是歐美跟印太大國 急需增加這個多邊防務的合作 所以來對應了什麼 就是要對應這個中俄的一個威脅 所以他講說現在最危險的 可能就是台灣跟朝鮮半島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日本 當然也是在這個印太戰略當中 滿關鍵的一個角色 因為現在印太戰略裡面 日本就是等於像是 美國的一個代理人 或者是一個代表在這個地方 他講說最近我們有看到 在這個長崎隱西的海域 發現到遼寧艦的一個編隊 講的就是說什麼 這個中國大陸對於我們 可能有一點點威脅 我們的國防部也在講說 我們這個海空動態 我們全面都有掌握 其實我們看到相關的一個分析 就是說在這個地緣政治的動盪當中 日本他們的國際戰略 現在好像已經是綁定美歐了 要加速他們自己的可能比方說 他們的自衛隊也要有一些這種 自主化的自主權 這樣子才能夠跟盟軍上面 有著合理的合作 因為過去好像自衛隊 比較沒有辦法有相對的一個自主權 所以他們是不是藉此也希望能夠自己 比方再添一些軍購 或者是再有一些決定的一個能力 再來還有要重新定位跟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對於日本來說 他們現在定調是什麼 以美 放歐還有自立的情況下面 讓這個地緣政治的戰略 轉去積極跟強勢的大好時機 所以日本是看準了現在地緣政治的緊張 想要藉此再重新恢復他們日本的榮耀 可能有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那可是我們自己 我們現在就是不買自走炮 要改以海馬式火箭來取代 可是我們的戰略學者就講 這是美方的決定 可是明明這兩者 陸軍的炮兵射擊指揮 自動化的程度將會受到影響 因為海馬式跟自走炮 在戰場上負擔的任務是不相同的 所以是沒有辦法互相取代的 可是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被捲入 這一場印太北約 或者是印太戰略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們先來問一下岳老師 我聽到印太版北約 就覺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這個名詞不要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基本上講穿了 也就是說日本主動跑去 擁抱歐洲的北約 那麼我自己在北約的國家 生活了很長的時間 我的感覺上是一般來講 北約的國家 他們首先第一個 原來是十幾國家 現在變成30多個國家 你想想看 這個歐盟本身的案例 已經明顯講出來 就是很難達成共識 達成一致的協議 這是第一點 更不要說是 其他有一些國家的話 他們本身就比較追求和平的 並不是每一個國家 都像是美國 日本 德國什麼 這麼勇敢 小勇善戰的 那另外一個原因的話 就是覺得說是這個印太地區的時候的 北約是要拿來對付中國的 我心裡很想強調一下 中國到底犯了什麼錯 中國的話就是南海 南海這個南海的地圖是1947年 我們中華民國畫的南海 本來我們中華民國我們還有兩個大島 東沙島跟太平島對不對 我們只是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為沒有這個能力 大陸本身來講 他發覺南海如果說是 能夠宣揚主權的話 那就直接坐上去 至於台海的問題的話 這個可以說是 目前中國自己也會覺得 是最敏感的一塊 因為他變成了所有國家 要撬動跟中國之間 產生緊張關係的槓桿 中國本身的話 沒有人不懂這個 連所有的小國都懂得 這個只要跟台灣來回 往眉來眼去的話 那中國就會跳腳 而中國跳腳的原因 就是表達立場 每一次都一定要說 所以很多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並不了解 為什麼每次都只會說 實際上沒有行動呢 原因就是說你講久了 如果你不說的話 那就是把這個假象 就變成真實了 所以說這裡面要針對於中國 進行圍堵各方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師出無名 也不會成功的 對 我們也看到 就是這印太版的北約 我們CG上面來不及放的 一個東西是說 其實美國的印太司令 他最近就有講到說 對於熱愛自由的國家 北約是一個好的模式 而且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馬斯頓這個學者 他有講到說 三大引爆點 可能在印太這個地方 一個是朝鮮 一個是台灣 另外一個是南韓 三大引爆點 就是這樣子圍堵起來 圍堵誰啊 圍堵這個中國大陸 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 我越來越覺得西方的學者 跟一些官員還有議員 不斷的在販賣戰爭 在針對烏克蘭的時候 尤其是美國這邊 基辛吉自己都講了 烏克蘭的戰爭的發生 其實美國跟西方 並不是無辜的旁觀者 芝加哥大學的這個教授 馬斯頓海美都說 美國跟北約把烏克蘭做成 對抗俄羅斯的堡壘 俄羅斯才會反映 所以現在在亞洲 什麼是對抗中國的堡壘 都很清楚 在台灣 所以未來 美國現在把在亞洲的 美日安保 美韓軍事同盟 跟美英澳軍事同盟 和北約的結合 我覺得一定的 我那種程度的 只是這種戰略上的結合 然後會議上 軍事演習上的結合 你看到這個會變成 會不會變成一個大約的組織 那不一定 但是北約根本應該叫 他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他應該叫美國聯邦公約組織 美約 或者是北半球公約組織 對不對 因為整個北半球 因為都是美國的盟邦 絕大部分集中在這邊 然後剛好就結合了印太 跟北約 所以他最後才會 最近才會跟英國 在討論台海的議題 我必須要講 剛才美國的議員 我覺得他誤導 嚴重的誤導 不是中國把美國勞工的工作 搶走了 沒關係 不幹了 是你們美國的美式資本主義 是你們那個1%的有錢人 真正是這些人 把你們的這些工人的財產 工人的生存空間給搶走了 法國那個經濟學家寫的 21世紀資本論告訴我們 這種叫做世襲制的資本主義 除了現在一些科技很少人 絕大部分的財產都是世襲 就是傳承下來 然後錢滾錢 以及透過這整個土地 當然包含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台灣也不例外 現在台灣兩極化 全世界兩極化越來越嚴重 不是中國 中國還有那個共同富裕 中國還把這個多少人脫貧 中國還幫助了多少 包含東南亞國家 7月2000年的時候 他們的貿易是400億 去年是8500億 幫助多少東南亞的 中產階級崛起 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 也幫助你們美國的經濟發展 是你們那個資本主義 是你們那個政治跟經濟的體制 是你們那個1%的人 對不對 這麼的有錢 你為什麼不對自己的體制去做 我覺得他那個議員真的誤導 他說把美國人都把它攥走之後 他說是中國把你們的工作 這個搶走 投資中國的都是美國的老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台灣去做的半導體 背後也都是美國的老闆 也都是台積電 台積電外資的佔比是多少 七成 對不對 所以真正把你美國 工作人員的這些工作搶走的 是你美國人 真的是畫錯重點 問一下輝文哥 這個國防部也去證實聯合報的獨家 這個我們本來要買的自走炮 不買了 然後美國說那你多買一些這個多管火箭好了 其實這個多管火箭 我們本來就有要買了 我們本來要買11套 那現在說你們再多買6套好了 其實這個多管火箭是川普那時候說要賣給我們 現在也沒交貨 這個是蘇紫雲 黃偉哲的弟弟 在國防部的智庫 他說自走炮是防衛性的武器 所以受政治干擾的可能性比較低 真的嗎 不要報喜不報憂 拜登上來一年多 被我們的軍售加起來是1.95億美金 但機能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都是艾三飛彈的勤募 其實那個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我們看民進黨的立委蔡世英 他說這個自走炮已經停產了 這是我也謝謝蔡委員 因為我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買一個停產的東西 現在信仰在美國說不賣 那不賣是為什麼 停產 蔡總統你不是說堅若磐石嗎 朱立倫說6月1號去美國 朱立倫你不問一下 你講好要賣的為什麼就不賣了 什麼原因 所以翟宣偉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之前講的印太經濟架構 布林肯上禮拜說台灣也可以加入 那是印太經濟架構 那不是單純的FTA 你剛剛提到的印太版北約 那就比較戰略性針對大陸 我想請問蔡總統 你一直說要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我們先不談 印太版的北約我們要加入 我們加入之後會不會變烏克蘭 如果我們加入之後變烏克蘭 我們準備好要加入之後 還是美國說的我們都要加入 這個就是蔡總統你的問題 你一直變成是美國的小弟 美國說要賣你 你就得買 他說不賣的 你就那我們去買別的 這長久以來這樣子 其實台美的關係很不健康 如果說假設有印太版北約 要救的時候 難道我們要舉手嗎 觀眾朋友我們要想清楚 你選了哪一個總統 他的決定會不一樣 我們加入印太版北約 恐怕就要